音乐 我想很多事情都是随远而来的 因为当初我们建设公司 我们标了这块土地在后面 那后来我想在干的过程中 我来看的时候才发现说 后面怎么有一块基地 那房子几乎全部倒塌 我就请同事去问问看 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方东美民国前13年 1899年出生于安徽同城 18岁时考入金陵大学 后深入文科哲学系 在校期间曾参与南京的五次运动 也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重要成员之一 22岁时赴美至威斯康辛大学 研究哲学 热衷于研究西方哲学家 黑格尔德维辛论 归国后仍在哲学的世界里 专心致志 被誉为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师哲 方东美教授的故居 我们是在孤岭街的六十项四号 应该是当初能日志时代的帝国大学教授的宿舍群 方东美寓所 兴建于1929年 1947年 方东美赴台湾奖学后移居台湾 四年 受当时台湾大学校长公知聘所托 开始执教于台大哲学系 入住于孤岭街的台大宿舍群中 方东美执教编育五十年 其思想不仅在哲学方面贡献圣据 在智学态度上 也深深影响他的学生们 在福人大学上课那里 第一天我真的很压抑 那个讲台很大 全部摆了录音机 很多学生都拿录音机去录 我第一次看到还有上课要录音的 其实我本来 其实我不认识方东美教授 他讲到说方东美教授 他是台大很有名的哲学系教授 我觉得方东美教授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 怎么可以把他的房子 败败在这边没有修复 他其实因为方教授离开了之后 就没有人住了 其实房子都一样 当你没有人在里面居住的时候 他就没有做好维护的情况之下 就很容易就会破败 他其实是有以前都有日式的施工图的 所以说我们等于是每一根构建 每一根墙皮 每一根瓦片 都有重新检视过 透过修复过程去复原做 但是它的软体的部分 也就是它的历史部分 你不可能去改变它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 这个建筑 我第一次来是陪方老师 搭普大校车到西门厅下车 那是我第一次进来 那当然就开始聊天 聊很多东西 那一聊到两三点 两点多 方师母才出来说 赶快来吃饭 赶快来吃饭 我就在那边吃 那是我第一个印象 那时候我来的时候也就看 哇 这个房子还不错 因为它是方多美教授的故居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将来我如果修物还成 我也是希望说 能有老师可以来这边讲人生哲学 它其实这一栋建筑物最主要是 那它的生活的模式 它的论述 它的研究 它的这个思想 我想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发扬 方东美中其一生 不写日记 不写自传 关于她的生平为人 仅留下少少痕迹 而这座寓所 就是其中见证 让我们一窥当代哲学巨破 方东美的思想宇宙 在这边做什么事 这是您的方便 有什么问题 在这边做�